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夜晚打權 現在呢 關於選舉兩個問題 一個是三一六 到底是會藍天還是會綠地 那這也就影響了 可能也會影響到二零二零 但是也可能影響到 那誰要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總統呢 這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大的懸疑 到底是後裔還是太陽們 那有什麼關係呢 誰出來選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 台灣共和國已經成立了嘛 沒有成立也沒關係 在台鐵的標誌上面 自己成立了台灣共和國 這樣自嗨自爽也好嗎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我們什麼時候 Republic of China變成 Republic of Taiwan 哪一個廠商敢做這個事情 那你貼上去以後 為什麼沒有人去驗收嗎 是怎麼過驗收的 我們今天也好好討論一下 但討論這個有沒有用 我們台灣邊緣化 是不是已經快要完成了 台灣這個結束的命運 已經沒有救了 真的沒有救了 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處境 我們大概真的自己也不在乎嗎 真的不在乎我們跟大陸 整個力量的對比 以及大陸可以提供給台灣 往前走的動力 我們都不要嗎 沒關係 我們不要大陸 大陸繼續往前走 將來有一天 很快這一天 我們會一起流淚後悔 今天跟我們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 志全大家晚安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大家好 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前立法委員吳玉生 各位朋友平安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韓國瑜做什麼呢 他每月一宿 他昨天晚上夜宿小黃 問蔣的家 住那個家 晚上他先到計程車車隊 跟十名司機開座談會 然後他這樣說 既然座談會 就不要客氣 我喜歡聽那個 那當然計程車司機 他提出來都是很實際的問題 有些牽涉到法律 比如說延制停時的跳表問題 紅線暫停 紅線是不能夠停的 他計程車常常會 紅線暫停 因為你要撿客人 然後你要讓客人下車 檢舉達人就檢舉了 聲讓人士用的無障礙計程車補助 車資的行動支付 在大陸如果坐計程車就知道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用現金在付帳的 都是用手機付 可是在台灣主要 這一步還要很久的時間 那韓國瑜就說 當然我可以就找其他相關的 各個單位來討論 然後韓國瑜說 晚上我住 只要給我沙發或地板就可以 當然人家不可能這樣對他 韓國瑜每月一宿 他想表達什麼 董事 大家會說韓國瑜要接地氣 但是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根本不需要接地氣 因為他自己就是地氣 我覺得他應該要展現的是說 除了我以外 還有誰可以接地氣 因為這十七年 他接的地氣還不夠嗎 我相信他這十七年吃滷肉飯 他吃得不知道幾百碗 幾千碗 他不用再吃滷肉飯給人家看 光坐計程車 我相信韓國瑜這十七年 大概沒有做過一千趟 也有個七八百趟 所以他完全可以知道 這些小黃司機在想什麼 只是放眼當今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括四個太陽 大概只有他有辦法這麼做 之前你記不記得 之前有一個人做過 類似這樣long stay 就是馬總統 馬英九 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做過long stay嗎 那時候的感覺跟現在不一樣 那時候long stay 是因為他是國民黨的精英 政治下來的體系 就像現在當今的朱立倫一樣 所以大家覺得你那麼高 那來我們老百姓家 來體驗我們的生活 韓國瑜不需要 韓國瑜本身這十七年 就已經受過了這種日子 所以他來這邊是在體驗 他們以前的生活 然後再把這東西告訴我們大家 傳播出去 這些人遭受了什麼困難 所以他要展現的是什麼 臺灣當今政治人物 只有他可以做得到 只有他 其他人都高高在上 沒有人可以跟他一樣 就像大陸一樣 你看包括習主席 包括溫主席 他們之前跟老百姓 都是彎在一起的 他要體現的就是這種說 我跟老百姓人民在一起 當今臺灣政黨就這麼一個 沒有第二個 他展現是這個態度 對 就像做廣告 你就是不斷的加強 讓消費者對你的印象加深的 你想要傳達的那一點 韓國瑜要傳達的那一點 很精準的就是我跟人民 跟最基層的人民在一起 然後我就是他們 然後沒有其他的政治人物 可以模仿這一點 因為其他政治人物可能在官場 就是很久很久了 我講的是其他太陽 當然很多其他的明代 本來也就來自民間 所以那其他的太陽 要沾到韓的光 就要紛紛趕快跟他建立連結 朱立倫南下高雄就拜會韓國瑜 我跟韓市長過去是好朋友 現在是好朋友 未來是好朋友 不管在任何的工作崗位上 任何的角色上 我們一定是相互支持 相互鼓勵 我也謝謝韓市長給我很多加油鼓勵 那韓市長做什麼 我支持他 我做什麼 韓市長也會支持我 我們現在一心一拼高雄的經濟 好不好 先不要把對我來講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所以朱市長是我多年好友 我真的發自內心期待他心想事成 未來有機會整個為我們中華民國 投入更大的心力跟貢獻 祝福他 好不好 市長上次 手心是院長嗎 好幾位 好幾位 他的手心有好幾位 然後記者要去問王金平 王金平說 可能大家都可以拜訪韓國瑜 韓隊來訪的客人都以理相待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傳出來他要去挖柯文哲的發言人 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 那挖柯文哲的發言人 那是某一種程度的政治色彩 然後他又去拜訪張亞中 那是另外一種程度的政治色彩 但其實這很正常 因為王金平就是朋友多 他跟新黨的關係非常非常好 你想想看 長期以來王金平跟新黨的關係 本來就很好 所以大家對王金平的了解可能不是那樣子 王金平不是你想的那樣子就對了 那是想的怎麼樣 他支持他支持大家去反對福茂協議 這可是真的吧 他支持太陽花可是真的吧 那支持太陽花的人為什麼又跟新黨那麼好呢 我怪就怪在這一點我也不懂 伍敦義接受蘋果專訪說何時宣布參選總統 他說現在不方便評論 仍然保留萬分之一的機會 徵召最強的人選引起王金平陣營質疑不公 是不是被誤解呢 伍敦義說是沙場老將了 應該不會誤解 所以現在還是一團混亂嗎 余生兄 看起來是好像還是一團混濁當中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情勢會隨著時間的推演 三月春日花開 四月過清明節 五月國民黨的初選機制 大概全部都擺開 我覺得情況就會明朗化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節 我認為電視前面的各位好朋友的你 心中其實只是在想一個 你既不是在想無敦 你也不是在講王金平或者是朱瑀協議 你在想說韓國瑜到底要不要出來 每個人都這樣在想 所以你剛才解讀韓國瑜跟朱瑀協議對話 你一定從這裡面想找蛛絲馬跡 每個記者都在找這個蛛絲馬跡 韓國瑜的每一個話中有話說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到底韓國瑜會不會比較挺誰 我的看法是這樣 韓國瑜他要不要出來選 他一定五月要明朗化 我認為他不可能等到說 國民黨後來提名完之後 在可能有徵兆的空間 韓國瑜不是那樣的人 國民黨也不會啟動這樣的機制 因為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民主的政黨 是這樣玩法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韓國瑜 他如果不出來選的話 那你期待他說 還明白的去挺朱立倫 或挺王金平 或挺這個無敦力 我看這個也未必 但是我認為韓國瑜會是能量最強的一個 KIMMAKER 換句話說 他只要是支持一個透過公平 即是產生的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話 那他全力支持的話 他就能夠幫他 那個他的任督二賣的功力 把他打通 幫助這個人在二年二年大選當中 我認為他的勝算 至少多三成到四成 這是韓國瑜的功力 所以我講的這一切的一切 我不是反對韓國瑜參選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那可能還是韓國瑜自己要定於 你要清楚的說 我要或不要 如果要的話 那我支持像沈大老所講的 就是韓國瑜也要參與第一階段 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的 國民黨的初選的機制 大家一平來公平競爭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同意可能韓國瑜出現機會很高 但是高到什麼地步 我不知道 請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南臺方有沒有 有沒有高雄的民眾的看法 高雄市民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可能要尊重大家 每個人的看法 因為不同民調 不同的一個解讀 所以韓國瑜要或不要 都在於他自己 而不是在媒體 也不是在我們韓粉 也不是在網路 也不是在民進黨敵對陣營 說不斷打韓國瑜 把他打出來 把他打出來 我認為韓國瑜不會笨到就是說 你越打他 他又要出來 我覺得韓國瑜本身有他的大格局 大智慧跟大雄心 小平 是 韓國瑜的人氣 地氣都毫無質疑 毫無疑問 對 那他現在最大的唯一的難題就是 他剛剛當選高雄市長 這個要怎麼解 要解得漂亮 那其他的太陽呢 各有各的問題 朱立倫問題是什麼 然後王金平的問題是什麼 是 我先講個人的個人問題 解鈴還去吸引人 那個人就是吳主席 我沒有問過他 我自己的揣測跟判斷 他不會選 這是第一個大的概念 他不會選的話 我剛剛沒有講吳主席 對對 我知道 因為吳主席決定整個的遊戲規則 爭不爭招韓國瑜 對吧 他是主席啊 對 那所以他不選的話 那你我如果揣測吳敦應的話 一定 我要選出一個最強的 對 然後要贏嘛 絕對贏 輸的話一臭萬年嘛 贏了十五千是有什麼用 中央輸掉 等於是輸 那今天的問題回到朱跟王 吳不雪 我等一下再談韓 朱的問題是什麼 朱他的幕僚 宋志強等人 給他一個天大的戰略的錯誤 認為韓絕對不會選 我的民調遙遙領先 吳跟王 他就當了三個月歸習大法 那去美國還沒人跟他 那一回來以後 大家拱韓 他民調輸十趴 輸科 朱輸科十趴 韓銀科大概六七趴 對 基本這個民調 那含出來我就沒了 對 那我要改變 我要自立自強 所以他節奏改變 這個烏龜就醒來了 第一個 我支持核四 他以前想拿中間票 認為 可是沒想到 以和養綠的公民投票 比例太高了 連今天支持核四 以和養綠 恢復核四 那叫做藍全吃光 加一些白 對吧 很多年輕人也是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國民黨吃到飽 我才能縮短我豬跟科的距離 所以我先談這個 第二個我主動出擊 我去拜訪 我去拜訪韓 他在改變他的節奏 然後我們再觀察 他民調會不會上來 第二 那王的 王是跟韻文明是非常好 每次新黨的黨慶他都去 我看王也不會討厭統一 不管他的主張怎麼樣 他意識形態我不太清楚 那為什麼支持太陽花呢 他最近初初還特別讚揚太陽花 他可能就是跟馬在鬥 我可能是 不是 我是一個比較笨的人 就是說你如果支持統一的人 你絕對不會去支持太陽花 這合理吧 他應該不能說支持統一 他不會討厭統一 這樣比較精準 那你如果支持太陽花 應該就是支持台獨的吧 支持太陽花就是反對維持現狀 反對統一 對 而且甚至反對跟大陸 甚至反對跟大陸 好好的做生意 對 所以太陽花這個事情 在當時讓他得到了 非常多年輕人的支持 然後他現在初初還大肆讚揚 我只想搞懂這個邏輯 所以他的問題 他有一些票很厲害 就是不藍不律的票 你同意吧 王建民 地方的樁腳跟意識形態上 可是他沒有 他現在缺正南的票 一定要找回來 什麼叫正南 外省級的票 然後本省級的軍公教的票 以及這個上班族的票 總產階級的票 這大概是國民黨的正南的票 最大塊 這些票是什麼票 很簡單 就2000年宋楚瑜得的票 那36%就是這些人 我想結構上 所以他這邊一定要努力的找回來 那這兩個人 我認為吳敦義也不會那麼殘忍 吳敦義會等到五六月 反正不會有二階段 那是周習偉的收主意 據我瞭解 周習偉從副主席未遂之後 跟沒有通電話 沒有跟副主席沒那麼麻糬啦 據我側面的瞭解 就周習偉講的話 不要揣測是吳敦義的想法 叫他做沒這回事 他們是兩件事 好 所以朱立倫跟王金平的民調 如果我認為追憑柯文哲 就沒有韓國瑜徵召的空間 那如果還是輸五到十%一截 然後韓又贏五到十% 那我看也非啟動徵召不可 因為當然徵召他是不正常的 做兩個月也會被罵 可是為了救國家 也必須拚了啦 我就如果這樣情況 我支持他徵召他 朱立倫為什麼要去見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在所謂的這三個太陽 馬上早就本來就沒有要選 也是媒體做出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朱立倫 他其實因為韓國瑜是吳敦義 把他派去高雄 所以吳敦義對他有志義之恩 他跟吳敦義選主席的時候 吳敦義第一名 韓國瑜第四名 你選輸我了 我還讓你去當高雄市長部主委 然後你就去選高雄 所以這是志義之恩 那王金平三三大造勢 這麼幫韓國瑜關係非常密切 對他也有功 只有朱立倫跟他是沒有 沒有直接的最厲害的關係 所以朱立倫去的時候 是要獲得韓國瑜一個保證 第一個我不選 那總統黨內出選我不會幫誰 那你覺得密會一小時 要得到保證了嗎 我覺得得到保證 而且這是一個諒解 你本來就不能讓韓國瑜 在總統的出選裡面 去表態支持誰 對 萬一你表態支持王金平 王金平輸了以後 那將來國民黨提名朱立倫 那不是很尷尬嗎 你是國民黨最強的浮選員 所以我覺得所有國民黨人 要選總統的人都不會那麼殘忍 要求誰誰誰表態 那這一點你看清楚就知道 那王金平呢 王金平這麼多年來 因為他跟李登輝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現在積極想拉的是年輕的票 他因為國民黨很多票 其實是年輕票比較少 那第二個想拉的是鄭蘭的票 鄭蘭的票他拉不到 我老實講 就知道他自製太陽花 他跟新黨關係都沒有用 新黨百分之九十五都不會投他 對 他跟高層的人好 但基層的新黨人不會投他 沒錯 這是必然的嘛 因為政治理念差太遠了嘛 對 那個理念 那王金平現在想表現是怎樣 他明天就要宣布了 他為什麼 他很早就說我要選 而且我三月七號要宣布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宣布 要等到三月七號 在講三月七號要宣布之前 王金平是告訴大家 我延宵節左右我就會宣布 現在延宵節早就過去那麼久了 你也沒宣布啊 對 我覺得他在部署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王金平 雖然你們對我有很多看法 但是百公百業都挺我的 所以明天如果看的話 會發現挺他的事 很多各行各位 小老百姓 那這個王金平就跟國民黨 某些人的貴族就不太一樣 他也要接地氣就對了 是 好 那這樣子就看看明天之後 王金平的民調會不會有起色 如果反正就是只有一個界限 就是朱立倫或王金平 贏過柯文哲 那大家就用不到韓國瑜了 韓國瑜就沒有必要在那邊掙扎 如果民調沒有起色 那就再說嘛 會怎麼樣呢 建平 所以其實大家都想要爭搶韓國瑜 來幫忙看能不能抬轎 最好他不要出來跟大家競爭 所以被媒體形容說這個 不管是朱立倫也好 王金平也罷 都想要這個去跟韓國瑜借光 那與其借光不如讓自己 能夠變成真正發光 那就是剛剛之前也跟所有 這個來賓前輩講的問題 就沒有那個 你自己不會比柯文哲強 那你又何必擔心韓國瑜 被這個民意拱出來 幫抬轎 變成自己做轎呢 那問題是韓國瑜他自己 其實面對黨內是不是要徵召 他的這個問題 這也是一個困境 因為以他現在剛選上高雄市長 主動表態去參與黨內初選 對他來說一定最不治 我相信他幕僚裡面 據說也是這個意見分成 也是 反對的也是有 認為說不應該投入這樣一個 總統初選的這樣一個表態 所以他不妨持贏保態 繼續的落實他在高雄拼經濟 或進的來 這個賣的出去 然後人進的來 能夠發大財 那至於這個因為國民黨 目前的黨內初選 還沒有真正開始起跑 只是說先把三七開的這樣一個黨員民調 這個比例先訂出來了 那這樣一個遊戲規則訂好之後 不會再像之前紛紛擾擾 到底要五五波還是全民調如何如何 那韓國瑜先可以看他的一個狀況 所以以至於朱立倫跟王金平都想去找他 對韓國瑜來講 兩邊都是有恩情 王金平在三商造勢 他助選了他入軍 就算王金平他的政治立場在黨內 我們經常在黨代表黨員的群組 看到很多人批評他 但是至少在三商造勢 在這個高雄地方幫韓國瑜服選有功 韓國瑜我相信他是一個資恩圖報的人 過去在當立委的時候 韓國瑜也當作黨團幹部 跟王金平的互動也OK 那朱立倫呢 在韓國瑜的小內閣主持 你看也把這個李四川最重要的愛將借給他 所以本身為什麼韓國瑜會講出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會不會自己手心手背都是肉下來自己跳下來 我覺得就是民意的這個問題 民意是不是要真的把韓國瑜給拱出來 所以為什麼吳敦毅後來拋出了說 不排除萬分之一的徵召的可能 他這個空間就是在著遠於對手 如果不只是蔡英文的話 萬一柯P掉下來這一局競爭的話 你國民黨那幾個檯面上的吳敦毅也好 或是朱立倫這個王金平也罷 都不能贏過柯P的話 那只剩下這個韓國瑜 所以國民黨其實自己本身也要想清楚 這個他們反對的是二階段 那如何把韓國瑜 這樣一個可能的機制 為了圖防柯P跳下來應變的這個狀況 放進來一個一次把他這個搞定 不管是徵召也好 或是初選 這才不會讓韓國瑜的因素加進來之後 讓國民黨在這場初選當中 變成四分五裂 到底誰會出來 其實就是老百姓的民意決定 藍的到底誰要出來選總統 那選的到底是哪一國的總統 是台灣共和國的總統 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如果根據台鐵的做法 選的就是台灣共和國的總統 這個是3月6日 國民黨立院黨團 他記者會講說 奇怪 台鐵你是不是已經變台獨 把外交部的領事事務局 Bureau of Counselor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Taiwan 這個 我們中華民國是Republic of China 然後你變成台灣了 是這樣講 你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 這是國民黨拿出來的照片 但是台鐵立刻聲明說 已經在3月5日下午5點鐘 就記者會之前 全部都修正了 而且用貼紙換上新的字樣 承認說是設計廠商作業疏失 把這個英文弄成是台灣 但是請注意看 新聞這樣就結束了嗎 請注意看 他貼上的貼紙是什麼 如果是這個照相的 如果是正確的話 他貼的是Republic of China 後面給我刮糊台灣 這什麼挖勾啊 這什麼東西啊 你更正以後 還是有 事實上有這個國嗎 閒耀兄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用驗收嗎 我説明一下 這件事情裡面 台鐵沒有說實話 為什麼 因為在座有當過立委 有行政官員都做過 任何招標 像這種事情 你要招標 招標完之後 你的圖示 你的樣本 都還要送到原單位 台鐵你要去審核的 不是招標完 廠商拿到以後 就隨便你去 讓你去污了 沒有可能 要驗收吧 要好 而且當初在招標 就有規格規範 所以不可能說 廠商弄錯了 怎麼可能 百分之兩百不可能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讓廠商自己翻譯 百分之百 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個 這麼重要的事情 中華民國會搞錯嗎 不會搞錯 那中華民國後面 刮糊 台灣 大家還記得吧 阿扁執政的時候 也搞過這個 他把我們中華民國 護照 對不對 下面一個刮糊 台灣 對 結果後來護照怎麼樣 不能用 為什麼 全世界一看到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而且還有個台灣 上面用貼的 對 結果護照變成是假 到了國外 到歐盟 人家還懷的是假護照 被推薦不能入境 最後才不得不打消 反正就是 無所不用其極 想讓各種方式裡面 偷渡台獨到裡面去 很簡單嘛 如果你真的要台獨 你就宣布吧 憲法也不要了嘛 你就政治宣布嘛 就像鍾小平一樣嘛 他選台北市 就宣布嘛 對不對 然後你要宣布台獨 不要玩這個小動作 這個東西會讓全世界 讓國家會 整個都模糊 國家的認同很重要 我覺得這件地點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 我要提到的是 這件事情 還不止這端 最近有人跟我提到 從國外回來的 我們的人很多朋友 華僑回來 看到什麼 看到寫台灣中油 台灣中油 什麼叫中油 中國石油公司 也在中國石油公司 對不對 中國石油公司 都覺得說搞台獨不行 中國石油 瓜好台灣不對 所以上面加什麼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 最後呢 你翻成英文 你翻看 台灣中國石油公司 你拿國家 這怎麼翻啊 小平兄你的英文好 怎麼翻啊 不會翻 沒有辦法翻 老外也看不懂 台灣中國 老外也看不懂 這就是在他們在 整個都在偷渡 在用台獨 其實玩這種小動作 不僅沒有智慧 沒有高度 更沒有政治立場 如果你今天要真的台獨 你就宣布 不要騙選票 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了 當然 現在每一件都把它抓出來 每一件要把它抓出來 但是有一點 根本還在哪裡 根本就是明年的選戰 我倒希望明年 民進黨的候選人 你就拿台獨出來打選戰嘛 你就宣布 我明年當選就討台獨 讓大家來做投票 我再舉個例子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大概20年前 20年前 華航 China Air Line 對不對 很有趣 有一年大陸國家主席到美國去訪問 正式訪問 Official的訪問 結果猜怎麼樣 他們水團裡面 有一位秘書把重要的箱子文件 掉在機場 美國機場人員一看到之後 馬上送到什麼 China Air Line的櫃台 還給你們 他看到China Air Line 他認為是大陸的航空公司 打到華航之後 華航一看到 哎呦 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原班飛機送回台北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中華民國 這個名字很有用 葉委員 這個狀況是正常的嗎 然後他後來改了 後面加成China 刮胡台灣 這樣是對的嗎 這叫做國號嗎 這個不是對不對的問題 我覺得這批人 真的也是很可憐 有的時候 一直以來 開始有台獨這個意見出來以後 他們一直都這種 切身未民的狀況下 過日子 但他是可憐 但必須要尋求各種的方式方法 來滿足他們這個虛榮 或是滿足他們的意念上的那個圖騰 但這些其實能夠對事情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 不僅沒有幫助 對台灣是一個很很非常嚴重的 這個危害 因為他撕裂了台灣 他只是他們能不能成氣候 不可能成氣候 大家都很很清楚 從最早的台獨廖文藝 廖文藝 廖文藝開始 乃至於到了後來彭梅敏 從美國的一個是日本的台獨 一個是美國的台獨 這兩股兩股台獨力量 匯合之後 在台灣他們有沒有從 從來有沒有成為氣候過 從來沒有 但他們打入了民進黨 像釘子一樣釘進了民進黨裡面 然後主導的左右的民進黨 他等於是民進黨的基本盤 主導的左右民進黨的這個路線 其實民進黨也不一定要台獨不可 他的黨綱也不敢說 就是很堅決的台獨 所以他的黨綱裡面 也是個台灣前途這個決議文 他也不是說絕對擁護台獨 但是是擁護台獨 他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主叫中華民國 但是他必須要容納這一股力量 所以他還接受這樣子 要不然這一群力量是孤魂野鬼一樣 他們要另外去成立一個政黨 比方講台獨聯盟 以前李登輝的成員 建國黨 他們成不了氣候的 他們還是要依附在民進黨的軟移之下 在那裡生存 苟延殘船 民進黨為什麼一定要台獨 因為畢竟他也是一股力量 政治是很現實的 是不是 那中始那只是佔台灣的這個 百分之十好了 那這個百分之流失的話 對他也是很大的傷害 因為畢竟他的力量還不夠壯大 他跟國民黨之間 並不是絕對性的勝算 所以還是需要這一票人 所以這一票人對民進黨是誠事不足 敗事絕對有餘 那他就在依附在這一種 切身未明 兩大之間 他在游離 像孤魂野鬼一樣 在游離那狗言殘喘 這樣活下去 那活下去 有的時候他只要表現一下 怎麼表現呢 像這個就是他很好的表現場所 偶爾貼貼紙 潑潑油漆 搞一搞這些能夠上上版面的 表示他們還是存在的 存在在台灣裡面 這個不是人民 這個是公務體系發生這樣的事 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是貼 那是一回事 這個是行政程序上的問題 就是台鐵發包 然後怎麼會搞出這件事 這個應該要受到懲處 這個沒有話講 公務員要受到懲處 我們現在講 我剛剛所談論的 完全是台獨的思想 跟台獨的運作 跟台獨的成長 乃至於台獨 現在目前的狀況 那你說個案這個事情 那這公務員當然要處罰 這有什麼好講 這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他的意識形態 怎麼可以加注在這個公文上呢 這也等於是公家的這個文字 是啊 我們國號沒改 怎麼可以改 那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個當然要懲處 一定要懲處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這些人 我只能講 這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真的錯 一個假的錯 不管怎樣都丟臉 如果是真的錯 這不代表我們英文程度很差 所以你一天剛好看到 我們這些公共場所 還有看過那個烘手機 有沒有 他叫做dry cellophon 就是烘手機 還有人這樣翻譯的 可能我沒有感覺 你去看看 外國人不是有刺青 刺中文字嗎 有的刺你也覺得很可笑 我看外國人刺什麼 如廁中 他覺得這個是中文字 他就覺得很驕傲 他覺得很美 可是我們覺得很丟臉 你怎麼會刺這種東西 如廁中 你知道上廁所上幾次 如果是真的錯 丟不丟臉 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如果假的錯 就剛剛岳委員講的 你就挑工的 因為日有所思 日有所思 你一天跟人去鎮這個東西 封這個封這個 你也好 那邊偷渡一下 那邊砍一下 這跟砍腳弓通向的腳 有什麼兩樣 全部都是這種東西 你把所有台灣 能夠對國外發生的管道 全部都寄托在這種新聞上面 所以不管到大陸 不管到給美國 看到了我們只能做 這樣的公務體系 那公務人員全部被利用來做這種 小恩小惠小智小差一點點邊球 那我們到底公務人員還能夠做什麼 大家能信任他們嗎 就我們國家的國號 他們可以隨隨便便 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然後蠶食侵吞 今天是台鐵 明天是高鐵 後天是捷運 然後哪一天 又是哪裡改了 我們現在護照也是 上面有一個台灣 馬英九執政也沒有改回來啊 所以所謂的獨派也好 不是只有一個人幹的壞事 他只要前進往台獨前進的一步兩步三步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會不會改回來 馬英九執政八年 把多少台獨幹的二事改回來 我的護照為什麼上面有台灣 到現在馬英九沒有給我個交代 所以這個事情他們改 如果沒有 這次國民黨黨才沒有發現 久了就習慣了 今天改一個 明天改十個 再來再來再來 就可以了 有什麼不行 然後不知不覺 我們就潛意識跟實際上 我們就是台灣共和國了 就獨立建國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一切就完成他的美夢了 那台灣繼續邊緣化 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要台獨 所以不願意接受福茂 因為一旦2014年 如果福茂通過了 台灣整合進去 整個14億人口的大市場 整個交織融合之後 如果台灣的國民所得是 現在是2萬多 那如果變成3萬多 4萬多 5萬多 台獨就沒有旺了 如果我們所有 跟整個大陸都融合起來以後 那台獨就結束了 所以非把它打爛不可 2014年對台獨來講 那些老台獨他們覺得是 關鍵的最後一戰 一定要把它打死 果然福茂被打死了 想想看福茂到2013年 談完 然後2014年一直弄被打死了 現在我們已經2019年了 這6年來人家在幹嘛 韓國2014年11月10號 當我們的太陽花把福茂打爛以後 韓國大陸雙方代表 在北京就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FTA 也就是跟福茂貨貌類似的東西 內容達成共識 然後第二年的6月1日 就直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而且韓國那個時候就跟大陸講說 就比較給台灣的條件好了 好不好 所以小平 這個我們台灣就繼續邊緣化了 邊緣化之後呢 人家RCEP 今年底可能就會突破了 可能就會全部東協10加6 怎麼辦 他們台獨他們兩個策略 一個限時一個策略 他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切香腸 我護照給你搞一下 台北市長給你搞一下 台鐵搞一下 對 就是國民黨重新執政 這不管誰選 這次總統 國民黨重新當選的話 一定要做好撥亂反正呼群保育的事 要回到正統 可以承諾嗎 我們人民有沒有權利要求他們 有權利 就是作為我們投不投你票 在初選的時候就要提出來 我們民調要不要支持你 黨員要不要投你票 都一個依據嘛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很清楚 大家要檢驗嘛 第二 就是我前兩天拜讀你在中國時報的那個專欄 那個社論 沒有大陸台灣活不下去 對 就是面對現實嘛 你跟他的貿易 佔了所有 你五千七百億的美元的貿易 當然喊中國大陸三地等 就是佔了四十一 四十一嘛 對 那順差破五十嘛 七八百億以上 就是你斷斷跟他斷了以後 今天我先不講台獨會打你 這講得很清楚 他盡量不會打你 三個條件會打你 第一個你搞台獨 第二個 美國日本帝國主義的外力入侵 第三個內亂無法平復 我想老公講得很清楚 長久都這樣講 好 就算齊 習近平很有良心 你台獨我都不打你 算了大家割袍斷翼 兄弟就分家都不要往來 你也活不下去 對 不是台獨打你才活不下去 而是你不看他往來 你活不下去 有面對現實 所以任何藍綠的主張 這些政治人物要選總統 包含柯文哲 要提出負責任的 跟中國大陸友好往來的手段 以及你的技術 甚至是理念 就是你一定要跟習近平 他能夠包容你 你這個總統才選得下去 習近平未必在台灣是多數 可是今天你跟他處不好 他就不會投給你 舉例說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蔡英文說我要維持現狀 沒有九二共識何來維持現狀 好 你何來維持現狀 我就不要你 你明天就是18% 就這麼簡單 所以台灣沒有大陸活不下去 這個是現在此時此刻的實際狀況 但是台灣已經邊緣化了怎麼辦 因為你曾經犯過的錯誤 你要不要看明確話 譬如說你對台鐵那種東西 你對護照那個東西 我就說回歸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現在變成其實是一個兩極化的一個世界 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人永遠不會懂 因為你的周遭你的同溫層都是跟你一樣的 都不懂也不想懂 看到懂的訊息就趕快跳開轉台 所以沒有用 但是該發生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當時指責說福茂是黑箱 但是福茂的每個條文打開來看 其實都是對台灣比較有利的 當時2013年就已經辦了20場公聽會 有江啟臣辦 然後有張慶忠也辦了8場公聽會 段儀康也辦了8場公聽會 結果這樣還說是黑箱 這種不要臉的 這種政治性活動 沒有任何事實的政治活動 可是在當時的台灣 最高的時候支持度是75% 民調 然後等到一年後 太陽花結束一年後 2015年再做 反對太陽花的人變成是65% 你就知道台灣老百姓是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我們的前途也就沒有了 香港跟大陸也有個類似像福茂 或像ECFA這樣的CEPA 然後從2003年 97年回歸 03年開始訂 幾乎每一兩年都在修訂修訂修訂 等到2013年也就是台灣跟大陸在談福茂的時候 8月29日簽署了補充協議 然後12月14日又簽署貨物貿易協議 到今年的1月1日原產香港的貨物進入內地完全零關稅 這些台灣通通沒有了 遇生雄 所以RCEP我們現在就割了一旦 回想那段歲月真的是苦不堪言 不堪回首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就在內政委員會 那個時候賢耀雄在陸委會 我們在那個過程裡面 各位朋友 你先進去想一想 最近韓國為什麼水果還賣得過去 早收清單 因為在當年的早收清單 就給了台灣這些水果免稅 ECFA的 免稅而且有綠色通道 沒有錯 所以你看ECFA過去都還沒有 像福茂那麼細膩的東西 就有早收清單 我們就台灣可以享受到很多的優惠 就開始了 其實福茂跟貨貌 就是ECFA的架構下面的一部分 所以在法理上 其實立法院已經通過 沒有錯 所以被查就好 根本不用查 可是回首那段時候 所有的民意都反對 都質疑國民黨 男人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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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找到我們去黑龍港 就反正那個話都被講 很難聽就對了 那問題你像整個回首起來看的話 請問台灣的民意 你後不後悔這一段呢 請問這一段 對國民黨來講 當然是不公道 可是我覺得 在那個過程當中裡面 國民黨本身的策略上也有問題 因為退讓也不解釋啊 然後每個人都說起來 只有少數人 我在節目裡面不斷地表達過 其實那個時候 根本不用立法院審查 因為他已經符合法定的時間 超過三個月 對 那個時候 只要行政公布就通過了 對啊 然後最多下來一個 入委會主委會 下來一個行政院長 又怎麼樣 解決問題了 解決問題了 我想因為這一段 我跟你講當時我們是不謀而合 但那個過程真的是這樣 就這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結果國民黨竟然同意說 其實按照 因為依照法律 如果國民黨依法行政的話 不要送立法院 根本就被查就通過了 可是國民黨竟然說 為了要討好民進黨 你們馬英九 馬英九性格 王金平還是哪些立委 國民黨黨團 所以那個整個事情 弄到立法院來超越協商的時候 就已經注定了國民黨 跟整個台灣藍綠 妥協的一個災難 大家都知道 給國民黨再過多數的選票 到立法院能不能表決 要決定在王院長跟柯建民 兩個人 柯建民說可以投票 就投票表決 不能投票 就放著去拖著 我們那個時候 作為國民黨的無力感 是這樣而來的 所以後來國民黨 輸掉政權 其實我覺得 從整個大的時代 架構來講的話 我們覺得輸的也沒有話講 包含我個人落選 我都覺得沒有話講 因為那個是整個國民黨 沒有珍惜那個職能過程當中 你應有的power 應有的魄力 用我的胸襟 用我的格局 用我的智慧 講來應有的手段 你講是合法的 合憲的手段 你不要怕 但是因為沒有用 所以今天在回顧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很同意 我很同意之前那個觀點 國民黨如果要重返2020的話 國民黨要許下承諾 你要不要去改變 要不要對過去 你曾經犯過的錯誤 你要不要想明確化 譬如說 你對台鐵那種東西 你對護照那個東西 我就說回歸中華民國的國民 就回歸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樣就好了 回歸合法的東西 你要不要回歸 當然要回歸 你說醫治形態的東西 你要不要重新檢討 要 譬如說年金改革 你也不要去討好 年金改革 我可以重新檢討 建立一個公平的空間 你只要願意承諾的話 我覺得台灣社會 才會聽得懂 台灣的社會才會 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而不是只是建立在 因為我討厭民進黨 所以我只好不得已 含淚投給國民黨 我們不要這樣 還有一個柯文哲 虎視眈眈這些票 對 當國民黨在兩岸 在憲法的層次上面 退縮了 所以你會看到 有些票就會游離走了 對 那像我們 我們老百姓很簡單就是 那你答應我的事情 你當選你就給我做 你答應我 你要堅守憲法 你答應我兩岸要如何 結果福茂就檢驗了 國民黨的軟弱和媚俗 以及民進黨的不要臉 就這麼簡單啊 因為依法 依照法律不用送立法院 為什麼要送立法院 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他當時尊重立法院可以送 可是送了之後 滿三個月之後 已經過了立法院審查 那個階段了 行政院就可以依 整個的兩院的職權 他可以直接公布 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後來就變成在草野選項當中 國民黨把被查改審查完了 被查改審查 他本來只是一個被查 但其實我認為被查改審查 我認為立法院都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 都沒有這個權利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明明規定是被查 對 你在想尊重 就是法律是這樣 你想尊重立法院 法律不允許你尊重立法院 你就不可以 就這麼簡單 法律並沒有給立法院審查的權利 憑什麼搞到最後我們沒有拿到服貌 2013年到現在2019年 總共六年過去了 然後時光一去不復返 沒有了 香港拿到比台灣多 韓國我們是台灣最強烈的競爭對手 拿到了大陸的FTA 所以你現在22K你要怪誰 因為在2013年2014年的時候 台灣大陸正準備發展服務貿易業 對 但是大陸的服務品質 各方面競爭力不如台灣 他們也承認 所以他們願意把這麼大塊的市場 給台灣先服務業先進入中國大陸 這對我們的服務業是最大的利基 今天因為顯耀在現場 服貌的簽訂以及RCEP 就是我們台灣無緣的這個RCEP 這個佔全世界35億人口的這個RCEP 當時北京本來是可能鬆動有默契 讓台灣可以進去的 顯耀也是去北京談判的人 好 告訴我們 服貌為什麼當時國民黨本來可以被查 就過了 我們就有服貌了 怎麼搞到變成打爛 這裡面很多因素 我第一個先報告一下 第一個 服貌協定台灣幫忙大不大 為什麼 因為在2013年2014年的時候 台灣大陸正準備發展服務貿易業 對 但是大陸的服務品質 各方面競爭力不如台灣 他們也承認 所以他們願意把這麼大塊的市場 給台灣先服務業先進入中國大陸 這對我們的服務業是最大的利基 這第一個我要特別說明 比其他先進國家 比其他國家 很多國家談沒有我們這麼好的條件 對 先給台灣去佔那個大陸的服務貿易市場 同文同種我們也有特別待遇 特別條例給你這個市場 而且我們的服務做的真的很好 對 所以大陸願意給台灣 這是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第一個報告的 第二個 當時我跟林中生 我們在上海簽訂的 簽的那一天 上午 我還簽的時候 我還告訴陳德明 簽服帽 簽服帽的時候 我們在上海簽 我拿手機一看 同仁傳給我 我正在簽 我們正在簽的時候 是立法院民進黨團佔據主席台 拿標語 反對服帽 不讓我們簽 而且我出發前幾天 還有民進黨立委找我 說要沒收我張顯揚的附照 不要讓我去上海簽 當然 他們是納粹嗎 當然我跟他說不可 他說不然就篩你陸委會的預算 後來呢 當然都是立法院嘛 我也把他擺平了 那個人叫柯建明 好 我在說 簽的時候 我告訴陳德明 簽完回台灣 可能沒那麼容易 因為這個時候 民進黨霸據主席台 就在那個簽的時候 拿標語 我感覺他們是一定要擋下服務貿易 這第一個 回到台灣來以後 當時確實按照過去 兩岸不是兩國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 不是簽條約 如果簽條約要送立法院審查 是審查 兩岸協議送立法院被查 他不是兩國 因為兩岸 我跟觀眾解釋一下 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之前我們有秀出過 只要你跟大陸簽的協議回來 不用修改法律 就只要被查 所以沒有給立法院審查的權利 我指責就是指責這一點 兩岸我們簽了二十三項協議 生效有十九項 這生效的十九項 通通沒有經過立法院審查 這實際上就是我們送立法院被查 但被查呢 吳玉森委員當時很幫忙 我們一起合作 我坦白說 被查通常來說 大家都 除非你有意見 裡面你發生了 裡面什麼問題 自寫錯了 或者裡面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 通常就過了 時間過了 但是民間黨團特別把他提出來 要求赴院會審查 結果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等一下回來